这个脚非常酸 你打针的轻松 我还在排队很酸 重新讲一次 重新讲一次嘛 当他们听 他们没听过 我刚才跟你讲了那么久 对 跟他们解释 就是我跑步 跑步之后呢 这个脚非常酸 那么我到这里 按照他的这个办法 所以他用这个 这个椅子 先吹气 在上面吹一吹 然后用脚 用手 在上面摸一摸 把分子传 传递过去 在这个筋肉上 按照他的这个胜质来敲 敲完了之后 这个脚非常轻松 感觉就像这个 就这样 感觉能够健步如飞了 那你敲敲别的筋子 没有啊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 就是他不舒服的地方 有哪一个筋肉有通过 只要那个筋肉有通过 你都不用去背穴位 你只要知道有哪些筋肉 对 也是一样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我跟你讲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在场都听得 你有没有学过 学过什么东西 治疗方法 就是你治疗什么 推拿 腰 你完全没学过 可是你只是定我解释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只是 拿着锤子自己敲 你就可以医自己 对不对 那是不是人能可学 是不是 就是只要 只要你有 这什么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么神奇 我都想不通 我都解释 以为你大家都 这个人 开始以为是敲这个地方 我也以为是 只是我说敲老袋 对 对啊 对啊 所以你看 对你看他从来没学 你说哪一个医生 可以这么乱 你吃药也要一阵子吧 对不对 你还要 那以后 有的时候可以 好之前先敲一敲 对对对 还有就是你跑完自己也可以敲一敲 就是每天 我跟你讲 每天就是请老婆 或是你自己 敲一敲之后 敲一敲之后 以后会不会 就是好了呢 如果 你敲的时候好 不敲就没有人了 那也有效果 刚才因为这种情形是 每一个经常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你自己 经常这样 对 你给你自己一些时间 我们就慢慢慢慢 慢慢一点一点的把它改进 到最后 你就可以跑得更好了 你甚至也不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刚才还跟你讲了一样东西 我叫你回去 你一定自己瞧 太瞧了 对 你帮我瞧一下 我真的去看一下 那时候的前提就是要 推自己 握手 那我告诉你 你真的 有一个 如果说他 您要敲他 我给你讲 有一个 您要敲他 他不用随气 他只要跟你讲话 你随便论问他什么 只要有他的声音就行了 讲话之后 可能会通过出现法 对 您的生坡 就有分子活动就过来了